游乐圈这个名利场 定义不足的人很难坚守 名气越大诱惑就越大 像凌花和增益这样 头顶上的光环也终不均的 更是容易分道扬镳 但两人却坚守了二十多年 十分难得 2005年 凤凰传奇就是靠着一首 筷子人口的月亮之上 打开了知名度 并借着超女翻唱的光 迅速占领MP3和铃声下载 配行榜 也正是因为这首歌 要凤凰传奇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国民组合 荣誉户乱的连统合 优传奇不是凤凰传奇 跟着骂户晓的国民组合 因为这首歌 也正是远程 都要凤凰传奇 有点赳门 不过那些宣传奇 远程的中心 不过那些宣传奇 跟着凤凰传奇 在护凰传奇 然后再也正是远程 但在凰传奇 又不过那些宣传奇 紧接着凤凰传奇陆续发现新歌 一首自由飞翔横空出世 曾一开着法拉利 边开车一边坐着动人手势 一边演唱迷倒了人们 人们追求模仿 陶醉了整个世界 和我一起飘风 要一样的交错 在你的心上 随着的悲伤 灿烂的星光 随着的障碍 一路的方向 遭遇的心霜 遥远的边角 随我去远方 塞尔维克尔战第二季中 林花和曾义以一首一爱为仇 再一次让大家见证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 让观众一下子沉浸在歌曲的意境中 带走我的行囊 把他藏在行囊 带他四海飘荡 去向往的远方 我想我再不用流浪 也不用再逞强 我也依旧滚烫 放下人家的悲伤 带走我的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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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在无聊了 怎么看不开口说我爱上你 也不用再逞强 我愿意就会跑 放下人家的悲伤 天下就会遇无所有 不得不说这实力歌手的儿女也都是实力唱将的 凌花的女儿与曾义的儿子也是完美继承了各自父母的音乐细胞 小小年纪就唱哭了得 两人合唱至少还有你 简直不输任何一线歌手 不少玩有感叹 长大了可得了 前途肯定远超凤凰传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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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